杨幂杨颖落选啦!全球最美面孔评选,她击败范冰冰成中国唯一女星。 2017年全球100最美面孔又开始评选。 这个评选是美国网站TCGandler举办的一场全球性评选,从1990年开始每年都会举办一次,今年已是第27次放榜了。 排名的第一位的是来自英国的黑人模特卓丹邓。 让我们回忆一下网言,国内女星都有谁进入过全球100最美面孔? 刘亦菲 Angela Baby 范冰冰 范冰冰 几近一。 都是修炼成精的仙女有没有?今年迪力热巴妥妥进入候选阵营。 而且这次她还是唯一一位入围全球最美的中国女星。 范冰冰、杨逆、贝比、刘亦菲等人纷纷落榜。 热巴的颜色与流量与评选标准匹配度1000。第一次让大家记住迪力热巴,还是在克拉恋人里,五官像雕刻一样好看。 演起戏眼睛会说话,静态也难看出笑意盈盈来。 性格又二又善良,随便一笑觉得花都开了。 现实生活中也是个活泼的小血街,AB行双子座,风起来拿住垫吹风就能开演唱会,最喜欢吃吃吃。 在爱吃这件事上,很多女明星也就打打嘴炮,迪力热巴是真的身体力行啊,在各种花絮里面吃骂骂香。 细一步接一步从不掉线,微博粉丝突破了2000万。 同样眼睛大鼻子大的还有赵薇,传统看法这样的鼻子都是浮相。 但热巴的下停线条更加流畅,下巴尖尖的,也就更加精致像个羊娃娃一样,赵薇就偏向端庄大气一点。 胖迪虽是纯天然美女,但在发型和穿衣也是走过一些弯路。 比如这款郭盖琪刘海令人无语,连戴住眼妆都看上去脏脏的。 还有这种碎碎的刘海迎风飘扬,全靠颜值硬撑。 漂亮的李慧珍里面的爆炸头炮面卷。 臃肿的外套,险无五分的牛仔裤。 小姐姐开始学乖之后,这一天长腿还有完美的三期比例身形,随便拍张照片都是大片既视感。 你觉得下一次谁有机会入选全球最美面孔呢?